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朱丽音语 我是朱丽 今天我们来学发音咯 今天比较特别 今天我会教到一些自然发音的规则 还加上KK音标的观念咯 今天这一集是我特别把某一个发音 特殊的发音综合起来跟各位做介绍 那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就是字母加上R的发音咯 字母R的发音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它在一般的情形下 它其实是有两种的发音 也就是在母音前呢 它是发R R R 可是呢 当在母音后 尤其在字尾的时候呢 它是发R的音 所以是Door Door 不管是R 或是Door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看到R 其实你的舌头呢 就是要卷起来这个音 如果你舌头卷得漂亮的话 你的发音会比较流利 比较标准哦 除了这个最基本的发音之外呢 今天跟各位介绍两种 它比较特殊的发音 第一种就是当子音加上R 也就是R前面有子音的时候 这样子的发音该怎么发呢 另外就是更复杂的母音加上R之后呢 它的发音也有不同的变化哦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各位介绍 子音加R 还有母音加上R之后 要如何正确的发音呢 通常子音加上子音的发音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比如说像这些单字 像子音跟母音拼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一个念出来就好了 Desk Best Block 所以子音加子音就是一个一个 乖乖的把它念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只有当子音如果后面加上R之后的这些拼音呢 会有一点点小小不同哦 像这几个单字 Braid 面包 我们大部分不会念成Braid 那Frog 青蛙也不大会念成Frog Pray 也不会念成Pray 所以当子音加上R之后呢 这个子音的发音 它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哦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为了帮助我的学生学习啊 我特别设计了一句话 让大家容易记住 那也就是子音后加R 半音连后啊 还有押韵哦 也就是以后你看到子音后面是连上R的一些发音的话呢 这个子音我们念一半就好了 其实一半呢就是发它的嘴形 不要念太 不要把它完整的念出 只要嘴形就好 赶快把后面的音连起来 所以叫做子音后加R 半音连后啊 比如说像这个Raid Raid Raid 这个B的发音 只要B的嘴形 赶快念成Raid B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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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Braid 是Braid Braid Raw Rug 然后F 发符的嘴形就好了 赶快把Rug 念出来 Frag Frag 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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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 P 只要嘴形就好了 赶快把Raid念出来 Pray Pray OK 那等一下呢 我们来多做一些练习 基本上我会只有BR CR FR GR 还有PR 这几个 其他的只要你把这五个的发音诀窍你学会了 以后不管看到任何的词音加上R的发音 都要用这样的一个技巧 你的发音就会比较漂亮比较标准哦 那现在我们来做些练习咯 我们先从BR开始哦 记得这句话哦 此音后加R 半音连后啊 好 来这个 Rig Rig B Brick 不是Brick 不是Brick 是只要B念一半不要念的太清楚 B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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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k Rick Brick 不是Brick B 只要一半就好了 Brick Brick Run B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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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 Rub Crab 不是Crab C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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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嘴型就好了 然后赶快把Rub念出来 Crab Crab 也就是你的石头要卷得很快 Crab Crab Rub Crap 不要念Crab Crab 嘴型之后,赶快卷舌念出ROP的音 CROP RING CREAM FR ROG FROG FREE 这个大家都很会念 所以最后发F的音之后,赶快念RE就好了 FREE FRESH FRESH GR RAE 不是念GRAE 只要G的音就好 赶快把RAE连起来 就是舌头赶快卷起来就对了 GRAE GRAE 绿色的也是一样 GRAE 不要念成GRAE G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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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PR RISE PRISE 不是PRISE 是PRISE 所以P加那个嘴型,赶快念RISE 舌头赶快卷起来就对了 PRISE ROOF PROOF ROUND PROUD PROUD OK 希望各位 这个子音加R 你要多多练习 可能刚开始没有那么流利 没关系 多念几次 你就会比较知道发音的一些诀窍咯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子音加上R 跟子音加上L的发音的比较 您就可以掌握 更可以掌握子音加上R的发音咯 像这个母音都是一样的发音 这边只有插一个是R 一个是R 所以这边是念BREED BREED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那这个呢 是子音加上子音BLEED BLEED 没有特别的变化 这是BREED BLEED 这个B 发音就比较清楚咯 CRAP CRAP CLAP CLAP 您可以听得出来两个发音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吗 这是几乎是一个音CRAP CRAP CRAP 这个呢是有听起来像是CLAP 是两个比较清楚的音CLAP CRAP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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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SS GLASS GRASS GLASS PRAY PLAY PRAY PRAY OK 以上就是子音加上R的一些特别的发音的技巧 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的练习哦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母音加上R的发音咯 母音加上R的发音 我用KK音标的符号跟各位来说明哦 其实母音加上R之后呢 大部分都会看到这两个符号 这两个都是卷舌音 所以看到音标符号里面打勾勾的 这两个就是卷舌音 这个念的是R 这个是R 其实这两个发音真的没有什么不同哦 只是这个稍微轻一点 这个稍微重一点而已嘛 那就主要是看母音加上R之后 这个音节是出现在这个单字的轻音节 还是重音节里面 轻重音节用不同的符号就是这样子而已哦 各位如果对于轻重音节的观念还不清楚的话呢 也可以看我之前轻重音节的影片了解一下 这样子你会更清楚哦 所以也就是当母音加上R在轻音节的时候呢 就是念这个R轻轻的带过 如果是在重音节就念R稍微重一点哦 所以也就是母音加上R就是这个音标符号 你会看得到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母音加上R在重音节统统统念R的音哦 也只有ER、IR、UR是念R AR、OR又有不同的发音了 所以我常讲真的凡事规则必有例外了 没关系 那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单字 等下我们来看看AR、OR到底发什么音呢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单字做些练习 像两个音节一定有个轻音节 这是AR 这个轻音节也是念R的音 所以就用这个音标符号 所以就是Dollar Dollar 那这个轻音节是在后面ER 那它在轻音节也是这个音标符号 Never 这个轻音节是在第一个音节UR 它在轻音节也是一样是这个音标符号 Survey Survey 如果是重音节的话呢 两个音节中音节和IR的中音节是Dirty Dirty UR也是中音节的音就是用这个符号 Purple Purple Person Person 和ER也是一样中音节Person OK? AR跟OR在中音节到底要念什么呢? AR就要念R AR A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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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通常我会教我的学生把这个字记起来 这个就是汽车 汽车念Car AR 单音节的字本身就是中音节的发音咯 所以Car是念可R 所以你要记得AR在中音节大部分都是念R的发音咯 所以Car Car 那OR呢就是念OR 它其实这个OR本身就是一个字嘛 就是或是的一个字 那OR就记清楚 所以OR在中音节就是念OR 或是这个short 矮的短的也是念short 但是呢 这个规则又有一个例外 也就是当AR前面加上W 或是OR前面加上W之后 又有不同的发音咯 如果加上W的AR就变成OR Wor 如果前面加上W的OR就变成ER的音了 就变成Wor的音咯 所以像这个 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字 战争和Wor Wor 把记住战争就是Wor 所以WAR就是发Wor的音 那这个Work 工作 Work比较重的音 Work 所以就是这样个中音标的符号咯 所以这四个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发音咯 AR AR OR OR WAR W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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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们再来多做一些单字的练习 我们先来看音标就好了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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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样 中音节AR就是AR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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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一样AR在中音节Bar Bar Barbe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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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WAR的话是念Wor WAR M就直接是Worm Worm 也是WAR 然后呢就是Warrior 如果AR后面有母音 我们还是跟母音一起拼哦 就是Warrior 三个音节 Warrior Warrior 也是WAR的音是Wor W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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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Or Sh Or Short Short 马 Or Horse Horse 早晨也是OR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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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最后一组Wor 念Wo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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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 Word Wo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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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字母加上R的一些特殊的发音 帮各位做个统整 希望可以帮助各位把发音念得更好哦 如果各位对于自然发音还有KK音标想进一步的学习 学习的话呢也可以参查我的线上课程 有专人来指导的话你的发音会进步的比较快哦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留言栏来询问哦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您帮我按赞分享 如果还没订阅也欢迎您订阅 并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我最新影片通知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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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